今天大市方面低了224点以后 保持大概200点左右的跌幅 成交方面不够1千亿 只有9百多亿 全大市方面下跌了251点 跌了1.36% 最主要受到外围因素 外围方面美股昨晚下跌幅度很少 最主要受到美国零售数字比预期强的因素影响 最主要看美国劳动市场仍然紧张 工资方面仍然有上升压力 所以必然会导致需求增加 零售数字方面从而会比较强 现在重现了市场方面 担心通胀未能这么快可以见顶 有机会在9月份再加息 美汇指数方面上升至103 和340债息持续高期的情况下 都看到市场对食口的因素方面 没有之前看得那么乐观 所以进一步打击港股方面的气氛 港股方面似乎逼近Range的底 可能接近18000点的水平才有较强的支持 暂时整体市场的气氛都比较深深 尤其是香港和内地方面都继续担心 一些内房行业的债务问题 所以令到气氛上都比较深深 暂时投资者可能会在个别的股份业绩因素居多 包括今天公布的业绩的港交所 以及刚刚公布了业绩的腾讯 我想都会在股份个别发展为主 暂时市场反复偏远的机会 相对香港是会比较高一点